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去的那一节课老师就直接告诉我 你不是我们这个院的学生 我们不能要你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电影 但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一直是在电影这个词周围徘徊 我觉得电影是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唯一一种能把我的梦想完全的还原的一种形式 电影 其他电影想到深爱吗 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和观众交流的很深刻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电影 我讨厌一点点 大部分家长都会这样想 首先这是一个不稳定 就是不像伤法医那样 就是前景又平坦又美好的那种行业 他们也很忙碌 因为电影 大家会觉得不是特别靠谱的一个视野 所以说父母有他们自己的担忧 我还是蛮理解的 我妈妈她年轻的时候梦想就是当演员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她放弃了自己的视野 所以电影对于她来说 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吧 我出生在日本 然后小学是在中国上的 然后我妈妈是一个从事电影工作的人 然后她从小就特别希望我也从事这电影方面的工作 然后但是我还是特别讨厌电影 我大概是三四年前开始对魔术感兴趣 我大概是三四年前开始对魔术感兴趣 魔术会电影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普通人在普通生活当中体验不到的 我觉得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 它结合了这个音乐 舞美 戏剧表演 包括它在一个有限的空间 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很发散的 非常无限的一种思考方式 我们通过表演和拍摄 可以在他们的普通的人生当中 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 我发现有一个叫做洛杂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觉得非常高达上 我原来以为我进不去 一定都是一群电影学院的专业的学生 只有在大学这段时间里 才可能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一起说我们要去拍个片 然后大家一起抽签 一起去做一些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 社团对于我的电影来说 带来的更多是一份责任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是为了自我满足 而去做一部作品 你还要顾及到社员 你还要顾及到这个电影的观众 一路走来无非就是我觉得 是证明自己的一个过程 一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废渣 然后慢慢发现自己也没那么废 然后发现自己好像也还行 参加一个社团 我觉得每个人的目的不同 很多人来来去去 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团里 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里很开心 其实已经很满足了 电影社是我 第一次真正觉得我自己能做电影 在认识这个电影社之前 我一直认为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 一辈子都不可能 不可能做电影 大家都知道 比起都是喜欢电影的人 但是又不再学电影 因为种种困难 种种阻碍 然后也就是心心相惜嘛 一个电影是由很多人 一起写作来完成的 很多人有其他想法上 很多人就是在实践它 觉得缺了任何人 都会不可以的 我觉得现在电影社 不光是就是因为喜欢电影 或者不喜欢电影 也是为了寻找一种温暖的家庭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感觉我找到了 他们拍过一步又一步的短片 在这个过程当中 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 所以我可以说他们现在已经是一群非常专业的做电影的人 一 二 三 开始 行动 你是印尼班这个页吗 我是 我也是 我们都是 这种拒绝 它不是不能阻挠我的 我必须要去上我这个喜欢的课 就是就算我再辛苦再累 我可以等 没关系 但是我 我不能放 大选就顺便随缘 顺着电影随缘 顺着电影随缘 也在顺便随缘 就是一定要做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 AKA 我叫朱新怡 我来自�第二国家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赵欣凯 我来自陆加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卢宇何 我来自陆加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周杆 我来自陆加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曾建一 来自陆加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是任志余 我来自陆加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是黄淮 我来自陆加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朱梦玺 我来自洛家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李上泽 我来自洛家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赵宇桃 我来自洛家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贺宇荣 我来自洛家大华人电影协会 我叫谭汉 我来自洛家大华人电影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